国际焦点先带你来看俄罗斯总统普钦今天宣誓就职展开第五个总统任期 因为乌尔战争跟西方交位的普钦新任期也倍感威胁 英国外相卡麦隆还说乌克兰有权使用长城飞弹攻击俄罗斯 普钦因此下令要举行战术合污演习 黑夜中爆炸火光 和连环枪响 乌冬这处隐秘森林每到夜晚就进入危险时刻 士兵们得带好夜视镜紧盯四周 因为俄军最可能趁夜间伺机而动悄悄挺进 乌军还安排居棘手加强掩护 只是随着气温变高随行采访的乌克兰记者 发现这里的蚊虫滋扰跟着增加 俄罗斯急着打出新战果但境内也不平静 贝尔戈罗德州两辆通勤车辆周一遭无人机攻击 酿成六死三十多伤 这类境内预期事件 俄罗斯恐怕不想张扬 因为七号这天 可是俄罗斯总统普清迎来第五任期的大日子 KGB出身的普清在同一条红毯从年轻走到老 因为他可是从2000年起一路掌权 中间还透过修法将总统任期改为六年 算一算到了2030年 普清将整整掌权三十年 不过普清展开新任期前 又忍不住对西方下马威 下令展开战术核无演习 普清除了不满法国总统马克宏 不排除派兵乌克兰的言论 也弃英国外相卡麦隆的这句话 说出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长城武器 反击俄罗斯 而当中最令普清忌惮的 当然是射程达上百公里的暴风之影巡异飞弹 其实乌克兰靠无人机无人体 就已经小兵力大功 六号又公布使用一款无人体 摧毁俄罗斯黑海快艇的画面 现在只判军援加速到位 稳住前线 预自同时俄罗斯还在加紧为5月9号二战胜利日阅兵彩排 每年这个时间俄罗斯总想打出新战果 2022年却在夏季后节节败退 让乌克兰收复哈尔科夫和赫尔松 隔年俄罗斯还靠瓦格纳苦撑 直到5月21号才占领沦为焦土的巴赫普特 中间双方僵持不下 今年2月俄罗斯才夺下阿夫迪夫卡 并推进周围的村庄 现在则希望在胜利日前 夺下地势较高战略位置 重要的查苏夫亚 如果俄罗斯能够施查苏夫亚 那他们会有一个直撞 向康斯坦尼尔科和朗斯坦尔科 普京看不出有退让的打算 也让北约国家人人自围 德国因此宣布军队常驻立陶宛 周一德国总理肖茨亲自到访 搭上自家军车大秀军事肌肉 这可是德国二战以来 首次在国外长期驻军 目前欧洲国家因法德 几个大国通通硬起来 挺无之余也强化北约防御 以实际行动吓阻 不让普京野心继续扩大 铁新闻 宋国报道 另外这个地方 加萨走廊的局势 也是个违决难测 以色列大动作说要进攻拉法 坦克已经开到关口 突然传出哈马斯 愿意接受停火协议 加萨民众听到消息上街欢呼 但没想到却是空欢洗衣场 因为以色列继续刁难 说这份协议不是跟他们期望的一样 所以拒绝接受 以色列坦克直接开进加萨 最南端拉法关口 原本挤满人车物资的通道 如今是空荡荡 犹如暴风雨前的拟禁 拉法不时传来爆炸声 在过去24到36小时是炮声隆隆 以军宣称至少打击拉法50个目标 巴勒斯坦坚称又造成平民死伤 有至少数十人在睡梦中丧命 而就在短短不到24小时前 以军才开始空飘传单 宣告要对拉法地区准备收网 要拉法东部约十万难民往北撤离 加萨民众是越砍越火大 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能去那 看着有限的讯息恐慌担忧 不逃难就等死 但又怕跑了 同样是恶梦一场 因为以色列所谓的人道庇护区 专家认为准备不足 只会让一切更糟 加萨百万人可能再度大逃难 无所适从 而更诡异的是 就在彻离令之前 还一度传出哈马斯 接受了停火协议 当下加萨人全都涌上街头欢呼 以为苦难终于要到尽头 还有富人激动的当场下跪 小孩笑得好开心 但万万没有想到 一切都只是空欢洗衣场 以色列根本不同意 哈马斯同意的是三阶段协议 当中包含释放33名老陆妇孺 以及生病人质 换取以色列阶段式的撤兵 以及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而每天的侦查活动 还必须暂停10小时以上 以及开放更多人道物资 紧加萨 第二阶段希望维持加萨平静 而哈马斯会释放男性以及乙军人质 第三阶段则是加萨必须花 三到五年进行重建 但问题是这并非以色列 提出的条件都是哈马斯自己加的 之前的版本本来就有埃及与卡达背书 哈马斯自行加上条件后 单方面宣布同意 把压力丢向以色列 停火协议等于各说各话 原地踏步 以色列却已经建在弦上 对拉法势必移震 这让美国的立场非常尴尬 以色列坚持对拉法势有限制的行动 不是大规模作战 这恐怕只是为了避免触犯 拜登红线的文字游戏 而哈马斯日前也不甘示弱 发射了多枚火箭炮 攻击加萨边境关卡 克瑞杀落 继续向以色列呛乡 退役美军将领认识 退役美军将领认为 以军准备收网 恐怕已经锁定最后一波目标 想要一网打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美国当地的挺拔水运 让人想起当年反越战浪潮 4月30号就是越战结束 49周年的日子 当时美军投入了50万大军 却死伤惨重 最后迫于反战压力而撤军 不过越共统一越南之后 一度经济崩溃 后来才翻身 成为世界工厂2.0 不过近年贪腐的问题 又开始影响越南的国运 4月30日这一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挺巴勒斯坦 示威如火如荼 美国人眼中的这一幕似曾相似 1968年 当年改变历史走向的反越战浪潮 就是从割打开始 最后野火燎源 迫使美国的尼克森政府宣布 从越南撤军 越战打得最激烈的时期 美军赴越南作战的兵力 曾多达50万人 战况确如丛林的泥沼般胶着 美军的阵亡人数超过5万人 迫于政治压力选择撤军 没有美军的支持 南越政权节节败退 距今刚好满49年前 1975年 在彻离暗号白色耶诞节的歌声之下 美国最后一批人员离开 西贡宣告沦陷 越贡把西贡改名叫做胡志明氏 越贡之父胡志明 变成全越南的国父 南北越统一 从1955年到1975年 打了近20年的越战终于落幕 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战后 越南百废待举 西方的援助断绝 很快就爆发了经济危机 通膨率还飙到700% 1986年 越南政府改革开放 向外资开大门 也开始工业化 越南最大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 外资前仆后继跑来设厂 继中国大陆之后 越南成为世界工厂2.0 外资带动了产业转型 越南的脱贫之路算是成功了 2023年越南的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 不仅反超发展比较早的菲律宾 还跟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印尼的差距越来越近 近来甚至还搭上了国际局势的顺风车 西方供应链寻求去风险化 把目光转向跟东协各国家关系很良好的越南 去年美国总统拜登带着科技业访问越南 包括苹果跟辉达都有意加码投资 但是越南也没有忘记老朋友 拜登走后的两个月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访问越南 还说两国纯齿相依 越南就在美中两国的拉拢之下 仍然保持主子外交不选边站的等距路线 但也并非风平浪静 去年卖座的电影《芭比》出现大陆主张的南海九段线 被越南视为侵犯主权全面封杀 显然越南在地缘政治中有自己的坚持 但越南也有自己的问题 越南华裔女首富张美兰 涉嫌炸带多达新台币1.4兆 相当于越南的GDP6% 全球震惊之余也意识到越南的政商贪腐 病入膏肓 事实上越南近两任的国家主席 阮春福跟武文赏任期都没有超过两年 就辞职下台 理由还都跟贪腐有关系 越南共产党不惜要牺牲政局的稳定 也要大举速谈 却反而让外资失去信心 此外还有撑起内需市场的人口红利 渐渐吃完 生育率下降 1亿人口也开始老化 加上太过依赖出口 经济很容易随着全球的供需波动 去年越南的GDP成长率只有5% 远低于政府的目标6.5% 这多少反映出越南基本面的隐患 Q.5%中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